這邊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版本的角色珠到底是什麼東西 首先第一個就是每回合每個角色都可以往下拉 拉下來就會變成那個屬性的珠子 拉水的就是水珠 拉火的就是火 再來第二個是你成功消除的話那個角色就會追打一次 沒消到也不會怎樣 那顆珠子就是變成你角色屬性的珠子 例如拉水的你沒消到 那顆珠子就原地變成水珠 那角色珠拉下來之後不管有沒有消到 下一回合你那個角色都不能發動攻擊 但是不能發動攻擊的這一回合可以靠附加消除或者變身合體來消掉 那最後一個就是合體的角色不能拉角色珠 啊對角色珠也只能往下拉不能斜轉 以上大概就是角色珠的五個重點 那總結一下角色珠有什麼作用 走路通家命懸疑線可以用 反擊一萬的敵技也可以少挨一下 擋住上在角色的負面buff 例如三回減攻99% 或者是睡眠盾 再來是卡珠的時候也可以用 因為角色珠就是直接把一顆珠子轉成你那個角色的屬性 這個版本還蠻耐人尋味的啦 角色珠的功用當然不只有這樣子 往後一定還會有更多驚奇的發現 那這邊先簡單懶人包跟大家講一下角色珠的作用 那大家有什麼想法或者是疑問的話都歡迎下方留言 那也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見 掰撲